大家好,我是本集大观战,观战一把皮屁啊,好久没看到皮屁了,然后的话,最近他还是在坚持打女巫啊 在,大家都,嗯,尝试各种,对吧,上分神器啊,我就不说哪几个监管了吧,但是皮屁好像一直还是坚持在用女巫上分 守木仙之古董加脚相失,这个阵容一般吧,能不能打,能打,但是呢,为什么说一般,就是他不,他并不是特别让女巫难受的阵容啊 就讲道理,这边女巫正常抓个人,对吧,然后开始防守节奏,我觉得皮屁输不了,这局应该是女巫能保平,甚至能争胜的 倒上它打得非似黑,哎,等会儿啊,哎,哎,掉鞋了 大家把他帅会让个本期大观战来观战一把 目前S1的爱哭鬼超Q 并换啦啦队员 骑士在家大副蛮完整的一套阵容 这个阵容的话而且牵制力 等会 怎么 怎么又掉线了 不是说这最新监管者怎么都掉线呀 啥情况呀 他过来来观战一把田老师 勘探记者画家园丁打博士 记者打博士倒是蛮厉害的 画家打博士吃亏 园丁打博士的话呢 虽然说拆椅子没有用 但是他本身有个盾也还不错 看待员打博士吃亏 也就这把的话两个吃亏点 一个画家一个看待员 田老师 不是网易今天这游戏什么情况呀 我关战一个倒一个